轻轻松松 庆圈养殖场说轻轻松松 就真的轻轻松松吗 自己被专组带的节奏是什么鬼啊 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轻松 你不如来问我 我最有发言权了 为了研究你的打野路线 和战队打法 我把你们King战队 所有的比赛视频都看了一遍 所有的结论 都是在看了几十场比赛之后 才得出来的 今天比赛之前 还在看你们席卫赛总决赛呢 你看我的黑眼圈 所以别哭了 哭什么呢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入围赛的意义 难道不就在于此吗 没有哪个战队 赢另外一个战队 是可以轻松取胜的 所以不用这样妄自菲薄 自己正来的OPL一席之地 就坐稳他 你有点烂好人 我只是不喜欢 被无脑吹而已 让其他队伍都害怕你 不好吗 哪儿好了 我每天熬夜复盘看比赛 看得眼睛都快瞎了 为的就是吹这种无形之牛 好 看了几十场升斑马比赛 对啊 你很闲啊 怎样啊 打个前来以后还还做功课啊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那这么说来 我输给阿太 你怎么不说话 你在想什么 在开导你的同时 我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别人看起来轻轻松松打败你之前 谁知道死底下做了多少功课 大家都是人类 怎么可能就有一个人 强得像外星人一样 所以 永远不要轻敌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谢谢你 走吧 诚哥 打了你那么久的电话你没接 原来躲在这儿啊 我 玩什么呢 这么一层啊 你挑的这个地方真令人出乎意料 不错 挺聪明 你什么意思 能不能好好说话 谢谢 我先走了 诚哥再见 喂 找到他了 马上来 你把别人家战队的达椅在安全通道里面搞哭了 什么意思啊 表面意思 他为什么要用那种哀怨的眼神来看你 刚才他确实在安全通道里面 我也确实在 刚刚他确实是哭了 但是 怎么说呢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什么叫把对面家打野搞哭了 稿子不能随便乱用的 那他为什么用那种哀怨的眼神看你 那怎么就是哀怨的眼神 那你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神 你不觉得那是崇拜的眼神吗 那是被驯服的眼神 他们人呢 你搞这种事情还想他们等你啊 你说你跟战队队长这个头衬 是不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啊 打两场比赛收集两个队伍队长 机油啊 OPI2020鲜亮发行邮票吗 你闭嘴吧 你也是队长 我们卖住 我们就喜欢 我每个人都天马不一天 还是jos nécess 读命